生肖鼠舌的人,今年下半年运势会有比较明显的震荡起伏。生活中多方面容易遇到起落比较大的事情,人际关系虽然会有不错的表现,但也难免会有与他人之间出现不愉快的事情,例如在职场上的容易与同事出现摩擦。 但好在对于销售行业的鼠舌人有较大的推动力,能够通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人脉,获得很多客户资源,也会用心地经营好老顾客群体,因此会比较有利于业绩的增长,有比较大的机会获得加薪升值。 今年下半年,鼠舌人在工作上会比较忙碌,往往会接触到新的工作内容,也会有比较多的琐事缠身,容易陷入忙乱的境地中,也难以找周围的同事帮忙。 不过在困难时,仍然会有贵人运,能够得到长辈,上司的提点,顺利解决遇到的难题。 创业人与合作伙伴之间,能够产生更多的合作火花,并且很容易因为不错的合作伙伴,而产生比较大的效益,在管理上要多制定适合的规则,否则下属会容易出现散漫的心态。 鼠舌人今年的财运会出现有习有忧的状态,工作上基本处于多劳多得,但好在鼠舌人士会比较勤奋和努力,所以工资的进涨比较稳定,在工作上面, 如能比较激动地安排工作计划,反而会比较有效率,工资进账也才会有机会得到提升。 外出时要多注意个人的财务安全,外出时房门需注意检查是否所好,容易疏忽而导致被小偷盗窃,也容易因为他人的关系而导致自己漏财, 如有他人请求借款,尽量要避免答应,容易有无法及时还款或者赖账的情况。 投资方面,不要倾信陌生人的建议,也不要相信他人吹嘘地赚到许多钱的信息,即使是亲朋好友也要保持慎重, 只要保持冷静,不被贪心冲昏头,就不容易出现金钱上的损失, 如果冲动地去投资,很容易受骗或上当而导致钱财流失。 创业人士在关于财务上的事情必须慎重一些,该核实,检查的细节数据不要轻视,并按时检查比较适合, 项目开展前后也要做好预算和把控,避免超出原本的预期。 今年下半年,在健康上尤其要多加注意,如以往有救急的鼠舌人,容易在今年有复发的趋势, 多注意自己的作息和习惯,外出就餐时也要多注意饮食的卫生。 在财务上的细节也要多加注意,支出容易过大,可考虑保持良好的财务规划, 才不至于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中。 鼠舌人今年可奉行普贤菩萨以保佑全年运势,使得今年下半年安康顺遂,福运亨通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 好好地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相者,内外之概括也。 冒者,皮囊之美愁也。 人之外貌,本就各有各的差别。 所谓身体发肤,瘦之父母就是这个道理。 我们无法改变外在的容貌,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内心。 内心变了,那人之相也会发生变化。 从整体的情况来说,内在其实比外在更重要。 有美丽的外表,而没有端正的内心,那他的人生也不会太好。 反之,外表一般,但内心端正,有天地正气, 那他的往后余生再差也不会差到哪里去。 心有正气,则斜碎难亲,为人自信,事业有成。 谈到外貌美丑的问题,就不得不谈到这么一句话红颜多薄命。 越是漂亮的人,命数就越差。 在自然界当中,你过分突出了,锋芒毕露了, 别人就不会对你客气了。 不要盲目认为美丽帅气才是好的相貌。 真正的好相貌,都是人之内心修出来的。 所谓相由心生,就是这个道理。 有福相的人,往往有这三种特征,希望有你。 一,有福之人,必然端庄厚实。 老子说过,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 在自然界当中,无论人多有本事,都应该向天地学习。 做人要学习上天的端庄,做事要学习大地的后实。 对于一个想要成就大事业的人来说,端庄以及后实,就是成功的必备要素。 没有一个老板,会因为浮夸而事业非凡,也没有一个商人,会因为奸诈而得以长久。 当年,李鸿章给曾国藩推荐了三个人才,希望曾国藩可以任用。 曾国藩只说了一句,左边那个人眼神晃悠,小人也。 右边那个人低头诚恳,可管后勤。 唯有中间那个人端庄而正气,乃是栋梁。 后来,曾国藩的话也成为了现实,中间那个有正气的人,就是台湾第一任巡抚刘明传。 一个有福气的人,不会有任何奸邪之心,也不会浮夸做人,轻浮做事。 反而,他们会坚持内心的正气,有着大地般的敦厚朴实,通常胜人一筹。 二,有福之人,必然知足少欲。 有一位作家写道,过往已成过眼云烟,未来还未成为现实,唯有当下的美好和宁静,才值得我们好好把握。 现代人,多了对于过往的遗憾,也多了对于未来的忧愁,唯独少了活在当下的智慧。 所以焦虑一直伴随在我们的身边,忧愁也在我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。 为了赚钱,我们让欲望膨胀,痛苦也就来了。 我们明知道痛苦不好,但我们非要这么做。 明知山有虎,天象虎山行。 终究害惨了自己,为了名利,我们总是幻想,甚至还有自命不凡的想法。 可实际上是,我们都是普通人,哪能拥有什么名利呢? 做人做事,平淡,知足,安然,那就可以了。 为什么有很多中产都活得不幸福? 为什么他们有房有车了,还是不快乐? 他们缺乏的并非是物质,而是那一颗知足常乐的心。 往后余生,要及时控制自己的欲望,放空自己的忧愁,珍惜当下的人与事。 那你,就是世间最有福气的人。 这种福,并非是老天给你的,而是你自己给予自己的。 三,有福之人,必然心怀敬畏。 有这么一句话,心比天高,命比纸薄。 当年有一位老板,身家过千万,在大城市的郊区也有两栋别墅,事业那是蒸蒸日上,如日中天。 可惜的是,他把所有的成功都归结于自己,认为自己特别厉害,无所不能。 悲催的是,在这几年,这位老板因为投资失误而逐渐破产了,就连所住的别墅也卖掉了。 那一刻,他才清楚地认识到,自己以往的成功只是吃了时代的红利罢了,没有以往的时机,他再怎么自命不凡,也只是一个普通人罢了。 做人,还是不要过分自高自傲比较好。 我们所能拥有的,并不完全是自己打拼而来的。 我们的好运气,上天的帮助,都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。 心怀敬畏,并不是让我们卑微地活着,而是让我们明白,人上有人,天上有天,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。 我们能够活得安稳,就该感恩老天了。 老天,想要让人幸福,只需要赋予你一个机会就行了。 反之,老天想要收掉一个人,那他一冷一热,就能让人走到尽头了。 他能给你的,也能立马收回去。 真正的福相,到底是什么呢? 我想,就是上述所谈到的那三点,端庄厚实,知足少欲,做人要有一定的敬畏之心。 在这三点当中,最重要的,其实还是心怀敬畏。 人,过分骄傲了,那衰败就不期而至了。 人,总觉得自己了不起,那下坡路的进程就出现了。 所有的福,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。 所谓因果循环,报应不爽就是这个道理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。 下期见。